记者沾箱婉庄房,隐心演艺事也受肯定,情路也相当辉煌,20岁就有人跟他求婚,历任男友有富商也有立委之子,先前则跟萌创产业男友交往,横跨各领域。 现在空窗两年的他,透露从不吃回头草,一定会有觉得错过的,但错过了就错过了,不会没有原因。 隐心坦言及时分手,也不排斥跟前男友做朋友,自曝某阵前男友分手后,曾连续十年只要喝醉酒就打来,我就这样接了十年电话,每次打来就是寥寥近况,一年大概一两次吧。 直到南方结婚后,二人才彻底断了联系。 问道有没有受邀参加对方喜宴,他率直表示对方没邀,他也不会参加,没有必要这样吧,人家太太心里多不舒服。 隐心在公式教育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单元茉莉的最后一天中,饰演控制狂母亲。 戏外39岁的他自曝感情空窗已经两年,现在对结婚生子抱持随缘态度,家人也曾替他幸福祝籍。 一度有了催婚病,聊没几句就问他为何不结婚,他都装没听到,到最后忍不住回问,所以你觉得结婚很好吗? 成功堵住家人提问。 隐心即使跟前男友分手也不排斥做朋友。 记者陈毅宽舍,隐心对结婚生子抱持随缘态度。 记者陈毅宽舍。